18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 王毅表示中方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做出的承诺都在克服困难干扰 稳步落实当中 半年多来中方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100亿美元受信额度已落实超过30亿美元 向非洲重点项目贷款近25亿美元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以来又建成了赛内加尔 方九尼大桥 肯尼亚机场快速路 喀麦隆 克里比 罗拉贝高速公路 埃及 摘月 石日城 市郊铁路等一大批重大项目 有力助推非洲工业化进程 非洲欢迎的是造福百姓的互利合作 不是地缘争夺的大国博弈 中非友好经得起考验 扛得住风浪 一定会继续成为难难合作的脊梁 国际关系的典范 在会议中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也强调 中方愿通过中非合作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 让非洲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